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炭灘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早上的10點是7分 那今天這個台北股市就沒有開嘛 我想說那就用一天的時間,因為原本是時間是拿來看盤嘛 然後就說難得的,這是很難得的 算颱風價嗎?也算啦 因為雖然我人是在台中,不過就是沒有盤可以看 但是也是沒有說 把這段時間給浪費掉,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股市處在一個還蠻關鍵的點 那我想說我剛剛就大概前面有自己稍微看了大概幾個這個指數吧 對那想說好久沒有跟大家來講這個指數 好像剛剛看了蠻多都破線的 所以還是要強調一下,就是說 指數呢它並不代表個股的走勢 像我們很明顯的是 像通信網路,如果說你有在存庫的人應該都知道說它是這個 最大的全值 它市值盤版上面最大是中華電 所以它的形狀 跟中華電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底部就像比如說合琴控 明太 全新 智翼 中壘 奇蹟 智邦 智邦 智邦可能還OK啦 因為它有2000 但是呢,再更下面一點的 像可能我比較熟悉像趙靖啊 友靖啊 迅舟啊 聖達啊 趙賀 躍燈 仲達 等等等等 那這些呢可能它就並非是跟著這個 我們的指數走 因為它的市值基本上站不上邊啦 就有點像是 台積電在漲 然後那個小小的你剛才2.5億 這一種根本就不會跟它走啦 那 大概算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講的是一個族群性 那如果說呢 它是有族群性的話當然可以看 那如果說它沒有的話 或是說它代表意義不同 像半導體代表意義它是 大盤 因為台積電就在這個地方嘛 那電子的話就包括比較多 電池裡面就是 南瓜的這個 東西就比較多啦 像它的成分股裡面就比較雜一點 像是上櫃啊 這個不是 有這個電腦體重面設備啊 電子零組件啊 電子通路啊 然後資訊服務這些光電 半導體都在這個族群裡面 所以說它是整個 比較大一點的族群性 然後它基本上它是 跟大盤長得是一樣的 然後半導體是 是隨著這一個 呃 這一個 台積電這樣子 那其他的我們就 算是一起來看吧 因為我剛才想說我想 要把它給看一遍 然後自己在心中一直 默念 然後想說那不然就把它錄成影片 然後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這邊目前分享的 東西應該會是我 找尋個股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如果說你原本就是 呃會員的話呢 可能直接看會員影片 我現在目前也還在 抓 然後還在想這一個 怎麼去 呃大家可以一起來 應對的一個策略 那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你不是會員的話 那你就是 呃可以往這個方向去 考慮看看啦 然後還有我講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從 我不知道這個按下來會不會是 因為原本是 電子半導體 我看看齁 因為它後面好像有改 電子 啊其實是電腦 沒有 它還是照原來的 沒關係 我們就順順的看下去 那可能是沒有照著那個式子 OK 那基本上電子的部分啊 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夜盤的時候 它已經掉到這個地方 理論上 周一啦 不是周一 周五開盤 應該理論上就開在這個附近 因為它基本上是大盤的一個 形狀 基本上大盤的形狀 所以 它其實在周五 也面臨到一個 破線的一個危機 對那如果假設破線的話 呃 這邊該怎麼抓比較好 我這邊其實 比較不會去抓它整體 應該怎麼去中 對那 之前其實這個地方有一個上升曲線 因為大盤其實也有 不過大盤好像似乎沒這麼陡峭啦 大盤似乎沒這麼陡峭 我們這邊切一個大盤給大家看好了 大盤 我們切一個大盤 大盤的走勢是這樣 就是 上升曲線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這個地方是會往這邊推過去的 所以 這個明天啊 周五這個點是一個很關鍵的點 這個點基本上就是平行線的支撐嘛 我們之前講過 大概是16700左右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條平行線 如果說它一旦破線的話 那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計算一個M頭 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 對所以說會從這個地方開始往下抓 有點彎 我們用指的線開始往下抓 往下抓 OK 大家這樣抓這樣的 然後往下去貼 如果說剛好跌破這個點 往下貼的話 我自己目測應該也是有幾月跌到16000左右 就是可能真的會跌一個月 如果說 仿造 仿造這個階段 之前這個M頭這個位置是 那時候 當年很紅的這個航運股 航運股大致上是在7月9號的時候破線 那破線完之後這邊大盤大概撐一個禮拜之後呢 就在7月10號也跟著破線 那破線 之後它是這樣子 走了 這裡到這裡是一段嘛 然後 這裡貼到這裡 一個跌幅滿足 這一段 A段 等於B段下跌 差不多跌到這邊然後才開始反彈 然後這個位置是7月20號 這個位置是8月20號 剛好 一個月 整整的一個月 對如果說仿造這一段走勢的話 那確實 我們的尾創看到了破線 那 之前是這一個 貨櫃三雄都是破線 然後尾創破線是在週一嘛 那之後開始破線 那明天剛好也是週限 收這個週限 所以說 明天如果說一旦 真的跌破 收破收下來的話 那下週的行情 肯定不好 往後的行情 肯定不好 對那唯一的那時候的一個區別在於說 當時候我有去看喔 是 7月21號是這個 期貨的結算 整個月結算 那所以就月結算之後呢 7月22號開始 或是說 7月21號的晚上開始 他們就 開始佈局空單 佈局空單 步步步步步 下來然後到這邊開始賺 差不多剛好一個月嘛 可能這地方也是差不多 期貨的轉長 開始就轉 往上反彈 對所以 如果說這個仿造這段歷史的話 我目前是沒有 因為現在時間點是8月3號 明天8月4號 這一 這一個月的話 其實要到8月16號才有機會 所以 我在想如果說 這是唯一的這個點不一樣 當然他破下來也不是不可能 因為 他也是可以用這一個 週選擇權去 買這個put 然後往下去空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 所以 不管如何啦 明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OK我們再講回來 反正呢 目前大盤 我覺得看大盤就好 這電子可能沒有 沒有到那麼重要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半導體 那半導體基本上就是一個 這個台積電的走勢 然後我在晚上 昨天晚上的時候 然後收盤的話 這個TSM的走勢其實是破線了 台積電的ADR 那 之前就有人講說到底是 台積電ADR影響 2330 我們台灣的 還是說台灣的2330 影響晚上的台積電ADR 我不曉得 但是昨天是破線結構 昨天已經破線了 那最後也沒有收回來 沒有那麼強勢收回來 不過 有打一個小W啦 終於有在觀察 打一個小W然後回撤到這邊 稍微破線又拉回來 然後在尾盤的時候收到這個地方 所以 整體來說還是相當的弱勢 以周線來看是這樣子 就是已經破線了 所以 基本上 理論上 如果說 明天台積電是直接破線結構 破線破下來的話 他直接破線破下來的話 直接跌破啦 這個低點557的話 去開盤的話 那 我覺得應該糟糕了 那時候應該是破線 沒啥大問題 因為在禮拜 是昨天嘛 這個貴買是破線的 等下再來就是雙重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之後副盤講的 大盤破線 貴買破線 那 偽創也破線 就是AI三巨頭裡面最強勢的偽創 那時候在 之前呢 我就會在設想 之後要該怎麼去做 之後該怎麼去想 那如果說全部破線的話 我個人覺得啦 如果說明天確立全部破線的話 那 就是怎樣 基本上所有的支撐 所有的個股 所有支撐 都等待破底翻 你的勝率是較高的 你沒辦法在 直接到支撐直接去接這件事情 因為你變成說 有點賭 賭主力要去做防守 就算你今天看到他有指紋的 但可能還不夠 因為可能明天一個盤是 疊個200點 疊個300點 那可能就又下去了 因為如果說我們這個方向下去疊的話 我們剛好看嘛 那個地方下面這樣去疊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 有機會疊到萬六嘛 那萬六到這邊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 如果說從700點開始算 還有一個 對如果說1670開始算的話 有個700點 如果說哪一天疊個2003百點 那你那檔個股 應該也很容易破線 對因為尤其他已經作為頭部 他掉下來 可能像這一根吧 這一根吧 那都會這麼恐懼 就是說你的支撐很容易就破掉了 所以 如果說大盤一旦破線的話 我覺得所有的 我講的所有 分析所有個股 全部都轉為 破底翻 那 他一旦破線的話 接下來操作非常的高端 你新手 散戶的話 我建議是不要碰 基本上你應該會把 就算你沒有套牢的人 上面沒有套牢的人 然後你勇敢做停水的人 你應該也會慢慢的虧虧虧 然後就虧虧虧光光了 把之前賺的 這幾個月賺的全部虧光光了 不是說直接被套牢 然後其他會反轉 那會不會反轉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人知道 有可能盤一盤盤一盤 一個往下跌 跌到了 萬五 都有可能 沒有任何人知道 沒有任何人知道 如果抓 一波的話是這樣子 那如果抓 第二波跌幅滿足的話 是真的有機會跌到 萬五這個地方 對啊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看他電子民主件 基本上 昨天破線了 然後呢 呃 理論上啊 然後這一根如果說把他當作是破底翻的 低點 191.66的話 那基本上在 呃昨天 周三的時候是有點到 然後收一下 對但是已經點到 就是已經把他給跌破了 然後也跌破這一根 這根的低點 我之前講嘛 我們做破段的就是看 突破K的 低點 那 他在周三把他給 點掉了 那這個時候可不可以做空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做空的 但是 如果說像我是一個 比較偏多頭的人 那我就會說 我等待他破底翻回來 那我再做蛋 因為有時候行情確實會把你給點掉 把你給洗掉 之後再回來 所以說現在能不能夠回來194 收盤回到194 非常的關鍵 但是 最好是越快越好 就是在明天 收回來 就更好 不然的話 其實他在這邊 恨啊恨 恨啊恨 最後呢 下去機率 很大 下去機率就很大 除非說是兩根 一根跌破 一根洗盤 一根拉回來 意圖很明顯 那做多 尾盤 有看到 喜歡的個股 做多 說能夠影響指數的個股 做多 當然還是以這個 個股本身的指數為基準 但是他 確實看到破線 而且他跌破這根地點 跌破地點 情況不是很樂觀 當然 就是 做多人還是要稍微樂觀一點 那這個通訊網路基本上不用看 就是他就是一個中華店 台灣 大哥大的這個雛形 不用看 因為基本上你看你也看不懂 OK那看一下航運吧 那航運確實在整個 剛剛看過的 裡面來說算是蠻入式的 所以啦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是下一波翻轉的跌 但是確實在周三是沒有什麼跌 他在周三是沒什麼跌 應該說 跌不多啦 跌最多應該是這個 中行 還有這個之前的這個 比較 就是長比較多的牙 還有這個隆德造船 隆德造船好像在前一天是長進版 沒有 是在前前一天長進版 然後後面就跌跌 跌下來 關一下鬧鐘 OK 我們繼續講 那整體來說啦 這個區域 有可能是 有機會反轉 但有可能市場 根本壓根就不看 因為他其實 如果說以他現在 小小的W的話 他是在 7月18號突破 7月31號又再度跌破 而且跌破他 基本上 把他給收復在中間 把他收掉了 然後呢 長不上去 如果說周五能夠翻上去的話 那可能比較能夠開啟一輪這個 小多頭啦 至少可能機會長到 155左右吧 至少有機會長到 上一層的這個壓力部分 大概是15696啦 這樣子 目前這個W有一點 載浮載沉啊 載浮載沉的感覺 就是方向還沒有到一個明確 我們看一下 電腦已經周邊這邊 這個在昨天的復盤有講過 我說 明天關鍵 特別特別關鍵 因為呢 看一下的話 影響指數的部分的 大哥 光達 偉創 光寶科 三檔全部點零版 加上微影也是點零版 所以說 前面四檔 這邊全部點零版 所以也是跌無可跌 但是 再往下面一點 他其實他可以把 如果他真的要收破的話 他大可可以把華碩再往下砸 他才跌2.8% 然後呢 炎華也可以嘛 3.54% 再往下砸一點 然後呢 就往下破線嘛 然後這個和碩也可以嘛 再跌多少 0.52% 對不對 都可以啊 都可以把它跌破 跌爆 但是他選擇在 昨天首度這邊的支撐 對那 有些看空的人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會持續再下去 但我個人會去觀察 明天早上的8點45分的 光達和 偉創的開盤 為什麼說8點45分 因為那是期貨的部分 如果他開盤呢 因為他兩檔點零版嘛 如果說開平盤附近 那我覺得搞不好 他會是一個 最後的一個 進場機會 我就說這個 這個機會可能會來 嘎空單的一個 感覺啊 因為平均點零兩天 你今天布空單的人 布在頂部 這天在布空單 這天在布空單 那 搞不好一嘎來個強勢的死貓跳 他可以來一個不錯的獲利 加上把這些人全部都嘎掉 但我覺得沒有到 那麼浮誇啦 說說他已經往上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保持著一個 謹慎的態度 但 如果說這個地方迫切 那我們就很阿薩尼的直接 接一波 跌幅滿足 他會下去哪裡 我們直接 接一波下來了 直接算是他 就是一個 緣無敵啊 或是他其實很醜醜的M頭 隨便 反正呢 如果說接一波下來了的話 那他肯定會跌爆 跌得很慘 那基本上現在 我大概有昨天有看一輪這一個 AI相關的個股 基本上都在支撐附近 對那 我在 待會 中午過後 可能吃個飯 那可能下午的話 應該就會來錄 或是或是再找一下 反正一定會再講 因為我覺得像目前來說 是 潛之一個很潛在的一個 算是 翻轉點 那這個點如果說沒有要翻轉 那就停損 那就停損 但是如果說這翻轉點抓到的話 或許又有機會 又有機會到 不要說到 再高 到這個高點 到一半也OK 那至少呢 又是能抓到一波反彈 就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們剛剛看很多 這是 電腦 電腦 電子零組件那邊是破線結構的 對 還是有破線蠻爛的 然後加上大盤可能會破 所以說觀察點 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要觀察台電的開盤 然後要觀察這個AI的這個部分 但是 如果說 如果說大盤真的在 開第一盤直接破線下去 然後 AI個股也是差不多的話 那我認為 就 全部打包 送到這個地獄去看 反正應該是 全部都會成慘 全部都很慘 如果說破線加上 這個電腦級周邊設備的這個線 也破的話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剛剛講說為什麼他不讓華碩再疊個幾% 他就可以直接收破 收破不漂亮嗎 你有意思要往下 那你就 對不對 藍 藍友情 就好像魅無意的感覺 反正就是那種 那種feel 再下來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直接抓上這個地點 疊得很慘的話 就直接阿薩利一點 差不多疊到這邊應該是主力的成本 那時候我也很簡短的看 我沒有人看得很仔細 我是拉開那個主力 什麼偽創啊 只看偽創一檔吧 拉開大致上的外資的 外資主力 那 大致上大家的成本都在70塊 上下 約60幾 70塊 所以他這樣疊幅滿足 在拉下力波 差不多會疊到他們的 痛點 這是他們的這個成本 所以 又覺得可能不會疊到這邊 可能疊到這個中間 然後開始 又稍微要反彈 因為可能覺得說 價格可能又稍微甜一點 那我覺得AI 肯定還沒走啊 只是說 現在來說 就是關他禮拜五 一旦破線 那就 小楊娜娜 可能就是往更低的價格 搞不好腰斬都有可能 我不要說不可能 因為這波真的長太多了 長太快長太急 所以說搞不好腰斬都有可能 只是現在120幾 跌到60幾 也是有機會 但我可能 比較設想是可能跌到他們的成本 上面一點 他們可能開始會去做一個 保護機制 就是說大家不會願意說 把價格跌到他們 會慢慢買 買買買 變成說買的人變多了 然後賣的人變少 可能就卡在 比如8、90塊 之類的 或是說100塊之類的 就是也沒有到那麼浮化 那 周五蠻關鍵的 大家就一起來觀察看看 看看這個台股 有沒有得救啦 沒有得救 那大家一起下去 好 化學生計醫療 基本上這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地方 是一個 假讀過了 這個灌下去已經 我認為他應該沒有機會再回來了 我應該沒有機會 像這電子凝組件 可能還有點說辭說 他故意把人家洗掉啊 等等等 但是在這應該直接破線 但他直接破線 他裡面的 成分其實我不知道 到底是誰 看一下 因為他好像擺在生計包在裡面 他化工跟生計醫療嘛 那基本上可能就是 呃 如果說以四值來看的話 可能美食現在很盤嘛 所以可能 肯定不是要砸的嘛 那再來的話 應該是材料KY砸的吧 對啊 材料KY砸 所以如果說 理論上 以理論上來說的話 那這個材料KY應該是有機會跌下去 因為 他已經破線了嘛 那他破線的話 理論上這個線會再往下走 所以說材料KY也會往下走 這是很合理的東西嘛 那目前可能有機會到這裡 但也不排除啦 我不排除這邊再收回去 我不曉得他這根 他這根其實收的不是很漂亮啦 這是開高嘛 出貨出下來 那 賣多買少 但是卡在支撐 對這個先打一個問號 不確定 不確定 OK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就是說 他不代表所有的個股 但是看到他破線 那整個族選方向可能是向下的 那可能先不碰 這樣子 OK那看一下其餘其他電子 其他電子就還蠻討人厭的喔 我之前這邊做一個算是 M頭吧 這算是做一個M頭吧 一個很醜的M頭 如果說抓一個蝶服滿足的話 從這邊開始抓 然後從破線開始的話 稍微的 他感覺上比較 看起來比較 守在這裡啦 也沒有說疊到什麼 兩波蝶服滿足 反正呢 Anywhere 反正現在他是收一個 反正他整體點 就比較弱勢啦 應該103這個地方應該蠻有機會到達的 他的個股是什麼就不看了 我們就越過吧 那升級醫療現在也是處在一個蠻關鍵的點 因為大家不是都在講這個 升級掌嗎 那如果說有人因為 這進去佈局的話 可能快要到達反轉機會了啦 這個72塊左右的位置 72塊左右的位置 大家就觀察看看吧 72這個部分 可能是一個反轉點 但是 以整個趨勢來說的話是 弱勢中反彈 再弱勢 他如果說是反彈到這裡 再下來的話 感覺上還可以 那可能是被整個大盤帶下 但是 他是反彈不過 這一個高點 然後就往下 像這個地方反彈嘛 然後不過的話 這個地方這個支撐 對不對 理論在這個支撐就很容易往下摔 這是同樣的道理 反彈嘛 然後反彈不過 就往下摔到這裡來 類似這樣的感覺 所以說這地方反彈上去 這地方反彈沒有到這地方 也沒有超過 那這地方可能就會穿下去 所以 不是很樂觀 那如果說想要進場 升級醫療個股的話 如果說你有在看指數部分的話 我覺得那個破的地方會更好 就覺得他這72可能手足有可能灌破 我們看一下這個電機機械吧 電機機械剛好也是處在一個蠻關鍵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兩根的壓力 然後這根支撐這根支撐 那基本上應該也是破線 那如果說 周五 拉回來 那就是破底翻 那這個破底翻呢 目前他在走一個下降的趨勢 這個破底翻呢 假設周五在拉回來的話 那這一根的低點 309.66 就必須守住 因為破底翻結構 一根跌破一根拉回來 這根是穿著在洗盤 那一個強勢拉回的話 變成說他突破前高的機會就 高了 就是說整體上來說拉 就是在洗盤拉 大盤跌到這個位置 昨天跌到這個位置 就是在洗盤拉 就有機會再創高了 那要不要這麼樂觀 我是不曉得 反正呢 周五只要看到他收回來的話 就 最強勢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破底翻來說 我覺得最強勢的 當然你說如果說是差針的話 也蠻強勢 但是如果說根據整個大盤的話 其實讓他摔下來跌破 我覺得也 琴和 琴 呃 我覺得整個情況來說 應該算是合理拉 那 周一如果說來個大盤彈的話 他突破 那可能就有機會過這個前高 跌人的 我不曉得 因為我比較主力的想法是什麼 他們應該會根據 一直在做調整 好那我們假設 破線的話 我們先講他破線應該掉到那邊 直接抓一波嘛 破線的話應該直接跌到了這邊的直層 這邊的直層 中間應該會有一層 可能會稍微 如果強勢一點在這邊反彈一下 應該還是有機會 3.3 但是呢 如果都悲觀一點的話 是看到這295左右 295.7左右 直接跌下來一層 然後這邊可能會變成一個 參數界的一個大 大直層的一個盤正盤 好 那我們要光電 那光電整體來說的話 其實今年就是一個 很緩步慢慢漲 他整體來說 可能他的指數方面最大 是大力光吧 所以大力光沒什麼漲 他其實也沒什麼漲 大力光嘛 然後友達群創呢 目前都在反彈階段 然後 可能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曉得他們會不會是 接下一棒的人 就是說 整體大盤在不行的情況之下 他們接 下一棒 那目前看起來 大直層應該是落在35 再來的話 這邊有一層 這邊有一個 大家看這樣子吧 這邊是一個 高高高低 然後可能會低 所以說目前的階段 這個位置 也是處在一個 可能會拉展到後面的 一個三角收斂的階段 所以你說光電要馬上就能夠 轉強這件事情 還是先打一個問號啦 當然 對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 可能疊到 還有機會疊 我不曉得他疊誰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因為 我個人是蠻看好的群創 他剛好到直層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剛剛看直層 他其實是會摔下去的 我們看他友達 友達其實是飆漲蠻多的 那搞不好是疊友達 但是友達 如果你要說友達強勢一點 他守在這裡 也不是不可能 守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還是有可能啦 就是說 很難說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大力光如何 大力光 大力光的話 支撐 大力光的支撐應該是在這一層沒錯 這個缺孔 再看一檔 再總結一下 瑞儀 瑞儀這麼強 莫名其妙的強 而且創新高 但他是走得很慢 閃一下 如果論這一個指數來說的話 把他當作個股的話 他不能夠下單 他是必須要跌破下面那條黃色線 做一個破底盤 再下單 但論個股的話 確實會想要在 友達跟群創上面找到一些 機會 對 那可能大盤就是要疊的話 你去疊 大力光 所以其實 指數跟個股中間 處在一個模擬蘭可的點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的 我有衝動想要下 個股 但是又撇 撇開眼睛看到這個指數 會覺得 甘安捏 會上去嗎 之前長 會不會只是長這一根 因為剛好到支撐 所以長這根 那 之後又要往下崩點 對 我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但如果說你就覺得說 這地方上去拉拉上去的話 那你就做進場 但是 以指數方面的話 會是讓我 卻步的一個點 對 OK那我們看一下其他 其他沒什麼好說的啦 因為這個部分 就是在走一個上升趨勢 他如果說很明顯一根掉下來的話 應該就拜拜了 看一下喔 其他是誰 是那個雷虎之類的嗎 八冠嘛 中豬 潤泰西 玉龍 他們算是一個很 有人就是純骨純 中豬跟這個 玉龍嘛 對不對 然後 就一些軍工概念古的 東西 還有看那像 做口罩的 所以如果說拉 他這邊來個大跌破的話 應該就整段趨勢 應該就結束了 如果說一起來的話 目前還沒看到 還沒跌破 還沒跌破 看一下 結構上來說是守這裡啦 結構上來說是守這裡 然後這兩根是破底 破底 然後這根是翻回來 所以說他底部 底部跟上升趨勢線都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潛在的反轉機會 你說會不會有可能 有可能啦 但是 要保守一點 他們不會覺得說這個地方是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下降格局 如果說 是這裡這樣的盤整格局的話 那我倒覺得說 上去這邊是比較有機會 或者說這一段 剛破底翻的這段反彈 是都有機會 所以說 整體上來說 說這邊蠻頹勢的 就跟剛剛那個光電一樣 看了都不能買 看了就有興趣的 都不能買 所以大家上 我這個也是保持在中立的一個感覺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金融保險 然後金融保險呢 我在前幾期節目有講 在這根有講 這根 這兩根好像也有講 這根講的時候說 可能大盤會用這個 金融指數去撐住 我覺得沒想到呢 是直接疊這個AI 把AI疊到爛掉 就金融指數昨天被拖下來了 那如果說我以前的高點來算的話 是這個1703 1703 然後這兩個也是1703 這根是1703 然後這一個也是1703 情況上來看的話 金融指數好像遇到壓力了 對 好像遇到壓力 然後昨天是把突破這根給吞沒吞掉 所以理論上 對 以理論上他會跌到這裡 以理論上他會再跌到1650 所以 有興趣金融保險可能可以再等等 那可能 指數也會被他們帶動 往下拖累一波 對 就是 大盤破線的感覺也不是不可能 然後看到這個汽車吧 那汽車其實今年漲超多 因為這個育龍基本上往上爆發 然後 或是說電動車這個東西 電動車相關的東西 像之前是光電嘛 因為這是手機嘛 那目前呢 在近幾年吵的是電動車 所以汽車會往上拉 那目前的話 蠻關鍵的點 曾經的這個地方是一個 怎樣 我之前講 我剛剛講 兩根類型的破底板 就是說那個電子零組件他必須突破嘛 必須兩個類型的話 他是必須往上走 所以說汽車的部分的話 呃在這天跌呢 我告覺得還不算跌破 因為曾經有跌破過 所以要守他的低點 409.96 如果這個低點跌破的話 那肯定就白白 但是他才剛 破底翻 那無論如何呢 剛破底翻 我會說 可以做多 我不管他是 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走勢啦 反正呢 比起啊 比起剛剛的光電 然後還有剛剛看到那個其他 那 他們都是 像剛剛其他有看到嘛 他破底翻之後 都是往上拉一波 而且還甚至創高 那我是可以抓到這一波 當然我期待是這樣講 但是他後面是 走 這樣子 對所以 汽車概念的話 基本上最強的 其實那時候我看到吧 那個 東洋不是也蠻強的嘛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其實 還是有機會往上走的 這樣子 我沒有認真話 那還有這個 山洋工業 山洋工業 周五蠻強的 所以大致上 汽車這個地方 我認為可以看 然後 再來的話 以植樹方面來說是怎樣 再來的話就是 AI嘛 AI跟汽車 Maybe是 以指數跟那個個股來說是比較偏首選的 當然如果禮拜五 全部都關破 就是抱一抱嘛 就剛剛講 往第一去了 不用太 太過於擔心 就是大家一起爛嘛 那就一起賠吧 這樣子 OK那 這個 化工族群 我們來看看 化工族群的話 比較難看懂 看一下喔 這個我就沒有看到 我剛剛只看到汽車吧 拉拉高點 然後也是向下墜 差不多這樣子吧 剩下墜 所以 基本上應該還有個跌啦 可能有機會跌到149.5之類的 那 我看一下成分股是哪些 中華化還有漲停板 喔 他的樣子就是 材料KY的樣子啦 所以 可能跟中華化這個沒關係 因為他600 400 他的 25倍 他要25倍 才有辦法 他要拉25 倍以上的 這一個 價格 才有辦法 這一個 應該不是算價格 他的比例是算 那目前來說 蠻弱勢的 那可能會守在 某一條線吧 目前應該看月線 可能 應該也不是 我覺得可能 你看 這一個方面的話 他理論上應該是要走一個 N字掌吧 可能會不會再掌回去 那不行的話 就直接走一個 因為走到V的行情是比較少見 所以我認為說走一個N字掌 然後之後再往下跌 OK那看一下電器電燃吧 然後這一個族群基本上是被 他的樣子就是滑行啦 所以你看到他就是滑行 這一個也是滑行嘛 之後我的 昨天的復盤有講過 就是說 這根確實有量打進來 然後是因為這一個 算是超導體吧 對然後就是朝這個 做銅的 他們電燃裡面有銅的一個 材料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個人覺得 目前就是 他確實 原本 我覺得原本就是要反彈 那他好像抓他超導體 所以說網上噴一波 那你覺得他是一個 騙人的東西 那你就不看 我就不要看 但是如果說你覺得他是有機會的話 那 這個地方 就是羊跟汽車 那邊一樣 破體翻 指數的破體翻 指數的破體翻 應該理論上都是能夠帶一波的啦 理論上我也不知道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大方向的東西 這樣子 就是他不像個股那麼的 不講理 但是他的形狀其實就是滑行 所以你就說 就是去考慮滑行 這樣子 我們看下講 鋼鐵 鋼鐵的部分的話 之前是有畫 其實還是 蠻弱勢的 雖然說在 周 昨天 其實是OK的 但是 就是我之前不知道哪時候畫 整體來說還是蠻弱勢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個小小的破體翻 大家看一下 很明顯 小小破體翻 所以 他這一根的破體翻 這個樣子其實我自己個人沒有那麼喜歡 我在昨天講這個滑行的時候 我也說 寧願不做啦 不然就是考慮一個 就是 他如果說明天啊 我們能夠 持續守住這裡的話 一、四、二 再看 然後守這根低點 這樣的部分 如果說真的成功守住 那量是真的 不是說什麼 拉上去然後主力去 賣給你 這樣的話 而是 真的有量打進來的話 但我覺得看到這一根就是一根出貨K 你有沒有辦法說他是一個很好的K棒吧 對不對 不可能 不可能說他是一個很好的K棒吧 所以說 你要去猜測說到底是主力A 倒給主力B 主力B全部接下 還是主力A 倒給這個 散戶 ABCDEFG 然後到Z 全部倒給散戶 全部去抄這個 抄到底的人 全部都變什麼 抄倒壺之類的 對 那也是有可能嘛 所以說明天如果能夠再守住 142的話 我就更好 那 你要再等到最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 再等待他破底 或是說有插針 明顯的插下去 等到141.5 141 再抽回來 當天啦 那是更好的 對或是說 等待一些行情消化 不然的話我覺得鋼鐵族群 我個人沒有他們喜歡 那如果說我們抓一個 疊敷滿足的話 我們從這邊開始抓 從這邊嘛 高點抓這樣 然後抓一個 N字疊的話 它是不是疊到137左右 對那137會有支撐嗎 我們看一下 其實137看不出支撐啦 只看到在131 那再來的話 對看不太到 可能 也可能不是這樣走啦 不過目前來說 鋼鐵我覺得 我還是先不看好了 對我還是先不看 對我們就先看 AI跟汽車 還有 剛剛那個是什麼 電器電腦 電器電腦其實跟它走勢有點像 對我覺得就是AI跟汽車可能 可能比較 OK吧 工業電腦那些的啦 大家看一下這個 呃 把這個重畫好了 喔 這是我之前畫的喔 之前畫的是 M頭 疊幅滿足 欸 等一下我怎麼從這邊開始算 應該怎麼 我什麼叫 這一根應該是連到這裡嗎 OK 從這邊開始算的話 跌到這裡來 喔那這邊沒有手嘛 OK那我把他刪掉 再疊的話跌到這裡來 對那這個是 M頭的疊幅滿足啦 還是說其實他是長這樣 我看一下喔 做一些調整 如果抓實體的部分的話 會準一點嗎 如果抓實體的話 看起來好像比較準一點 對那 欸 說各話啦 我覺得那不如就不要看嘛 那不如就是不要看嘛 就是 說喔那是看這樣就好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呃 個人覺得 還真的看不太出來 以這邊看的話 當然會覺得說這邊這兩根 這三根啊 這兩根是破底嘛 這根拉回去 然後 這地方第一點不能跌過 但是有點 看不是很懂 這樣子 恩 好吧 我pass 如果都看到他的結構 兩檔 他 他這種比較弱勢跟那個誰 航運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選擇航運吧 我不知道什麼 就是我覺得 反而是 呃 如果說以兩個是差不多話題來說的話 那我可能就選航運吧 目前觀光類群應該還是不看 裡面不做啦 他就不要看 然後看他這個吧 貓一百貨 就是長期就是守這個地方 然後 欸為什麼這邊爆炸量 我們看一下 是什麼東西爆炸量 農林 喔農林的掌尼板被打開喔 對農林掌尼板被打開 他算是探權概念股啦 那還有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 網家也不在這裡 所以 這個爆炸量應該沒什麼影響 呃 反正如果說看指數 你也不可能操作農林 那整理說指數應該也 沒什麼特別的 就這樣吧 好啦 塑膠族群呢 之前疊一波 那目前可能 我看現在有什麼反彈的 情況 這邊有一個W底 還真的是有 一個W底 但是 有講過嘛 就是 突破的隔壁根 他量如果比他大的話 那就在等待破底半 對那他算是喔 如果他把它當個股來看的話 他算是喔 就是 突破K馬的隔下一根的話 他的那個量太大的話 就直接pass 那目前底部看起來是一個反轉結構 一個W底的反轉結構 但是呢 這一根突破 這根量比他大大概兩倍左右 這個 這個多少 16.41 然後這31.59 大概兩倍 所以基本上 這個地方是必須要等待一個 插針 或是疊下來做一個 再另外做一個W 或是說在 反正呢 我覺得就是要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這個轉強訊號 我們再看 對 那 如果說對這個 塑膠有興趣 我覺得再 再看看吧 好 然後看一下這個 紡織纖維 然後紡織纖維 是好像被那個無紅拉上去吧 這一段應該是被無紅拉上去 然後疊下來 7月19 無紅還是那個巨 巨羊 手還不錯 講真的啊 這個刻骨還展 展得還蠻帥的 這是 好像還可以 我們要圓東星好了 圓東星就很慘 圓東星 1500億 巨羊 看一下喔 這裡吧 很明顯嘛 低點 低點 三根 一根 破底 翻 這根翻回去嘛 那目前來說就是 293 支撐 然後高點 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 他是有一個潛在的突破訊號啦 因為我們破底翻我都會說這樣啦 有破底 有翻回來 那我們都會把他當作是有潛在的機會 但是他確實是拉上去之後又甩下 不過 看起來算OK啦 其他不看喔 我覺得如紅跟巨羊比較有一些機會 不過我沒有認真看喔 那以他的這個 線圖的話 他算是 講認真的喔 我講認真的是 假設這個地方底部是個大W的話 那我們如果說講認真抓一波 漲風滿足的話是有機會漲飛天啊 但 有機會嘛 我先打一個問號啦 我不確定啦 因為之前 會這麼漲是因為 2021年 結果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漲 這邊有短壓 目前來說應該在這邊進行一些盤整 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看的 如紅跟這個 居然感覺看起來比較有機會做盤整 如紅感覺上還蠻強勢的 但是以這個指數來說的話 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保持重力吧 就是指數 不要落差 那個股應該還是能夠順順的做多 大上有給出他的一個評語啦 只是沒有說 不要碰這樣子 就像生技那時候我覺得 剛看生技也覺得 先不要碰好了 有點危險 我們看一下這個吧 食品 那在日前結構裡面看到這一根 其實理論上是不太好 這一根啦 這個 保健X這個地方 那 原本拉上去就會賣下來這樣子 那現在的話 恩 也是到達差不多壓力位啦 所以 如果說你要進行 要做單的話 感覺上 感覺上 那個 大城 長成這樣喔 長瘋了是不是 不缺量 是不是 我真的長成這樣子 那好像也不準喔 我剛剛那一隻瘋狂 我這樣長 我長了21%欸 哇 那突破一個大平塔 我這邊一個大平塔 你長了21% 22% 對 也是蠻猛的 因為籌碼看起來也 還算可以 我看到了啦 這個啦 4300億跟500億的差別啦 他根本是 對他來說根本是小股啊 對 所以說 他基本上是跟這個啦 所以他跟指數沒什麼關係 他跟指數沒關係 那 有興趣自己看看 電子通路的部分 為什麼那麼慘 是等於什麼被殺爆 OK那 破底了 而且是一個大頭部的破底 電子通路的大頭部的破底 我們大山從我們這個地方去抓好了 這抓他是一個頭肩頂吧 頭肩頂的話 大山往下抓 我會對應那個支撐了 大山可能就會跌到166.8 剛破線 當然一樣喔 我們在剛剛講很多都剛破線 但剛破線如果說能夠拉回來的話 那就跟汽車 還有這個 我忘記了 反正汽車指數一樣 如果說以週五 拉回來的話 好事啦 好事 對 一定是好事啦 當然 能不能夠繼續往上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嘛 那這個部分應該比較少人在操作 水泥吧 讓他水泥 水泥的部分呢 在之前這邊有破底一次 這個 破底 破底 拉回來 還是爆拉 然後基本上吞沒了 那算是一個底部的 塔形底吧 就是 他算是有一個結構 問起來叫什麼 塔形底嗎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什麼 荒 黏不太出來 那確實他是轉強 然後必須去守住 這個高點吧 或是說這個中間的一半 所以說現在的這個水泥 確實轉強了 能錄四幾分鐘 台泥 有除旋洗要重劃 OK那看到了 台泥目前這個位置 我認為他是一個破底翻 他是一個破底翻 這邊有破底 然後拉回去 但是 以這邊結構來說的話 他這個底部 其實要看這一根 突破K的低點 突破K的低點 然後這根破底之後 馬上拉回來 這個是我們希望 周五會經過的行情 再來呢 測試 然後 這個地方反覆去測試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台泥有一個反轉結構 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了 我們看這邊 看這個下上去 會不會把他壓制住 如果會的話 那還是先發生 剛好壓制住 所以 我們雖然看到了 這個反轉結構 為什麼在這邊畫不太一樣 37 37 的確是不太一樣 抬高一點 差不多在這裡啦 差不多啦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看到這邊 一個反轉結構 然後這裡 最好是 要嘛 賭 這個 賭他會 上去 那不然的話就是要再一根 把這根給疊破 這根低點給疊破 那這地方可能反轉的結構 而且 呃 死靈指數是轉強 所以 大家上來看看 那基本上就是 這一單的低點射這裡 然後 這個 提損射這裡 這根疊破就走 疊破了兩張兩張就走 那如果說上漲的話 我們 去抓 漲幅滿足的話 是會到 假設這裡突破的話 可能會突破 往上抓一波是到這裡 那如果說 壓縮到最後面的話 那可能就在這裡 那他可能 呃 感覺上他沒有跟大阪很貼近 但雖然說他在周 三 昨天也是被破線 不過 那感覺上可以 單純一個單一的獨立事件來看 獨立的個股來看 我想下還有幾檔 怎麼那麼多檔 喔 快講完了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看到橡膠 橡膠 這樣子 這樣子 OK 那橡膠就是一個最不講武德的 是這個地方 破線 拉回來 我們認定為了 漂亮的破底翻結構 再來給你一根 再來給你一根 因為可能 我自己先猜測啦 他這裡是一個非常 頹勢的 所以說他這邊再來一根感覺上 還可以啦 那 在 目前來說的話 必須守住這根的低點 240.12 然後呢 他這個低點是 240.44 沒有跌破喔 他沒有跌破喔 所以說 他還處在一個 算是破底翻結構裡面的反彈階段 但是 就是 假設你滿個股 假設他是個股的話 那你就是 進場 但是你要想的是 你的勝率低 因為他沒有站在上面 沒有站在上面 勝率低 但是停損將來是少 這個是蠻符合這個什麼 高風險 然後帶來這個高報酬 因為你的停損少 變成說有高報酬 然後你的這個勝率低 然後高風險 所以說 如果你是在這種線下裡面 做進場的人 你就要去思考 你就要去設想到 這筆蛋就是一個高風險 然後對應著 高報酬 這樣子 因為停損比較低嘛 那盈虧比自然而然是比 買在這個243的人才高 如果說你有考慮 週五直接進場的話 我週五再看一根嘛 那這一個部分的話 應該是台 對國際台項 唉唷 之前突破過 我最大的壓力是抓這邊高點 這邊低點 這邊高點 這邊比較難看到 差不多在這裡 如果啊 如果如果如果 如果說能夠站上去的話 能夠站上去再質穩的話 唉 或許可以考慮看看 我單一講這兩格格的話 因為 我們剛好看到嘛 他是破底班結構 那 終於 掌啦掌 掌啦掌 唉破底了 那破底其實理論上 一樣啦 我就會講 我還是把他當成他是能夠 創新高 但是這個高有點高啦 所以 有興趣 可以看看 喔有興趣可以看看 又發現我不是這一回事 我剛看到是損儀在這裡 所以還有機檔沒有講 這沒機檔 我快講一小時 然後他造紙 那造紙目前在炒的應該還是這個 探權交易所的這個比分 8月就要上了 應該還沒上 8月5號8月17 我不太記得 那 這個位置呢 大致上是一個漂亮的突破 然後這根回測 這根是 被出貨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誰被出貨 他爆量 應該是這個 市值嗎 市值 早就被出貨了 陣容被出貨 長得有點像 滑指也是被出貨 被誰出貨 也不算出貨 就是有人賣有人買 然後他 這個花了5000張 還是沒辦法把他打 打上去 蠻好笑的 打不上去 所以大致上 造紙處在一個 危險邊緣 那當然個股方面我覺得 像滑石跟他長得很像 或許還是可以搞定 但是他一旦破線的話 你是守這根 這根破的話就要走 這根破就要走 因為之前這邊有被 出貨過一波 如果說 真的拉不上去 大家都選擇要先出貨的話 那確實 就跟那個凱基台北一樣 怎麼拉都拉不上去 然後最後只能 用錢砸自己的腳 先走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玻璃陶� 玻璃陶� 之前也做一個WD 然後翻 沒有翻上去 後面呢 又選擇這邊做一個破底翻 破底翻也是蠻討厭的破底翻 看一下破底翻是怎樣 就抓這裡 破底翻還是抓在這裡 這邊都是破底翻 這邊是破底翻 然後破底翻直接拉上去 再拉 然後被出貨掉下來 基本上 我覺得很難操作 這檔我 這個玻璃陶瓷我就都pass好了 基本上拉上去然後出貨一些 然後又掉下來 傳產就會很容易發生這樣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最後一個 應該是最後啦 資訊服務呢 這是被壓制 這邊被爆量 然後下跌 這個裡面有誰啊 原來是011 這些的 金城 金城 所以金城可能 小心 要考慮了 我覺得比較好 先pass他 先略過他 可能跌到了171.82 比較穩妥一點 畢竟他們的線其實長得 蠻歪心扭發的 像那個011好像也長得 蠻歪心扭發的 應該說011應該長得最好 011應該長得最好 但是也被出貨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族群就還是先不看 之前這邊是有打上來的 然後 被中毒出貨吧 跟這邊一樣 被出貨一次 又被出貨一次 所以說這個族群 資訊服務族群 應該是不用看的 等他跌到這邊指紋 或是說我覺得 做一個破底翻吧 大概可能要經過一兩個禮拜了吧 然後看這個最後一個這個 這個應該不用看啦我覺得我自己看了都沒什麼興趣 看了我覺得蠻絕望的啊 這看了有什麼 有什麼咚咚咚 喔這裡確實有什麼咚咚 這個WD 然後拉 回側往那走 然後這個是破底 破底 拉回來 十字星指紋 爆量拉回來 然後到這裡 那感覺上還有什麼咚咚的感覺 但 成就很少 然後整個 這檔 或許 能夠考慮看看 台氣墊 其他應該都不看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他不知道主要做什麼 太陽能嗎 太陽能版供應嗎 還是什麼 他的線圖加上他的指數的部分確實在這個位置 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 指數方面的話是有一個破底翻嘛 跌破這邊很明顯就要走 然後我們的個股也是差不多可以跌到支撐 然後單看那一檔的話 確實 確實是有機會啦 因為這邊就下跌大段 但 對還是自己考慮看看 好我們講完了終於 那就這樣吧 我待會 弄一弄上船 然後 吃東西 或是說先吃東西 再弄一弄上船 那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講的所有的部分 我們稍微做一下統整 統整部分我個人目前比較有興趣應該是 航運 然後電腦機周邊設備 再來的話是電機機械如果說能夠做一個破底翻的話不錯 那升級醫療我覺得要等待 破底翻啦 只是他下去再上來 那光電的部分的話有一點 模擬兩可 其他也是 基本保險先不看吧 汽車感覺可以看 然後化工的部分的話 也會有點忘記 化工的部分他是跟材料KY走 所以 先不看吧 除非說你只單做材料KY你看得懂 再來鋼鐵先不看 這個 這兩個應該說 等明天尾盤再看 這個不看 這個不看 然後這個 不看 然後這個的話 巨洋可能有些機會吧 這個是大城 這個不看 這個是台泥有機會 這個好像也是沒有講到 因為莫名其妙要把他略過是不是 大家站著吧 還不錯耶 還不錯耶 整整還不錯 這邊是一個 左肩 然後頭部右肩的一個頭肩頂 頭肩頂抓跌幅滿足下來是到這裡 那他沒有跌到那麼慘 他跌到了他的這個 前面的支撐 前面這個頭部 這個壓力 然後上去下來的支撐 守住 翻攤 目前呈現一個破底翻的結構 站上去這一層啦 我就說是破底翻上去 所以 我記得好像也都長蠻多的 但這個族群你真的要很喜歡才有辦法 這個族群 太多太多東西了 這個就不一一看 我看一下 量比較大是總態吧 這總態長得很瘋吧 很瘋然後很瘋一下 中宮 中宮我覺得也 不太需要去看 算了算了這族群我還是pass 我覺得他很不熟 好那就這樣吧 結構是ok啦 個股我覺得 難找 好 好那我們就這樣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